像你们这种懂行的人之前 刚入门有没有交过什么学费 其实很多 说出来不怕人消化 其实很多的经历 很多不好的 包括赔钱的 跑路的 挺多的 那我说一个 多年前的时候 真实经历的事情 那我说在瑞尼 那有卖原石 有卖成品 相信了都有 我和朋友 也是一个认识了 上五年的朋友 我们当时就是想着 去找一个原石 有一句话叫做 神仙难断春雨 这个时候吧 因为年少不知 觉得也挺好玩的 和朋友商量 就去切一个原石玩一下 当时那个原石 我记得人家说的价格要12万 其实对我们两个女孩子来说 价格还是挺高的 所以说我们两个 就是想着一人 出一半 然后切了之后的话 我们俩平分 就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后来是跟人家谈了之后的话 人家就10万块钱 那我们就买了 那买了之后的话 就是也在博影柜里面 放了两三年 因为当时没有想要做什么 也没有着急想切 想着找一个好的师傅 再去有更多的想法 再去把它动一下 切一下 过了两三年之后呢 就想着 还是想着做一些牌子 或者是人物件嘛 然后师傅也缺点好了 结果呢 把它切出来 我的天哪 里面全是做焦的 我就跟那个朋友讲 那个朋友就不认账了 所以这样的事情也是挺多的 我个人认为啊 我们翡翠这个行业 跟别的行业不大一样 那黄金的话 有客纵去衡量它 黄金有价义无价嘛 玉石的话 你没有一个标准去衡量它 所以这个行业 还是有很多坑的 我们需要逼一逼 对 对 对